我們看到這個第二題的解法 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樣 這個題目考學測的時候 當題目下來的時候 你一定的關鍵要先看一下 怎麼下你 那下你意思是說什麼東西 就是你要知道他考什麼觀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題目說的 他說A1就是 除以可以解掉A分之B 然後上是Q1就是U就是R 那當然是考什麼東西 考處法的那個關鍵式 所以怎麼寫 Apple的個詞是不是等於對吧 是不是除4 還更寫下A分之B 對不對 然後呢乘上Q1不是乘上3 這加余思 好這是他原本的詩子 然後他就請問你 下面4個裡面答案來的不是 余思不是R的 那就是說 用這個來的來的去做什麼 做解析 去做解釋 然後不是R的 就是你答案 比如說 他說如果我用AX-B去除它的話 於是不會是R 我看我不會 我做個動作 來看第一個答案 如果我把這個 式子裡面來通過乘以A 那請問你 AX-B AX-B 我先通過乘以A 可以吧 那不是變成A-B嗎 可是這個A版的沒有 所以要怎麼辦 補到外面來 然後變成了 Q-AX-B 好 我講的關鍵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就是 你只要想第一件事情就好 你覺得A分之一成一句 還會等於原來這個事情 會吧 那其他就不用動 對不對 那所以起問題 A分之一如果被他服的話 被AX-B 於是會是R 會啊 只是桑是誰 如果題目是考桑的話 桑就是這個 A分之一乘上Q-A 就是我的桑 於是還指R 所以這個他是 會啦 所以第一次這樣講 第二題咧 他說如果用X-B 如果用X-B去處理 A分之X 那一次還會是R 哇 那第二題就比較難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個題目裡面 不會吧 第二個題目裡面 這裡有沒有 應該是A分之X才對 有看到了 好 所以換句話說 你這裡的X應該改成誰 改成A分之X 隨便成了 A分之X 等於 好 既然這邊改成了 A分之X 這邊呢 也應該更改成了 A分之X 減掉A分之一 然後 乘上Q-A分之X 再加 注意喔 這裡面每個X啊 都要改成A分之X 好 然後接下來 這裡 就跟題目有一樣嘛 對不對 還有呢 除四 我們希望出現的是A分之X-D 所以這裡呢 我們要把A分之X引出去 所以變成呢 A分之X-D 然後A分之X引到外面去 然後變成呢 Q-A分之X再加R 所以很明顯的 被除四 除四 所以上是誰 上是這個 於是呢 一樣是R 所以他也對 回來了 好 這是 第二題目 第三個也是一樣類似的狀況 我們先把那個AX 改一下 所以變成A分AX 等於 所以統改成AX AX 隨便成AX-A分之1 乘上Q-A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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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R 那我們開始看喔 題目是 希望是 A分AX 有了 再來他希望出現的是這個 X-A分之1 所以這怎麼辦 你要把那個A 提出去 所以變成呢 A分AX 等於 把這個A提出來 所以變成了 X-A分之1 然後呢 這個A提出來 變成A 乘上Q-AX AX再加R 好 那這個時候很明顯 他被他除 也是一樣 於是是R 但是這個商是他 這是我的商 OK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第四個呢 我們看一下第四個 第四個部分 如果是AX-B 是除他呢 AX-B 除他 那就變多少 AX-B 那就要 這個應該先把它 先成A貝 隨便成了 A貝的F X的 留意 好 這邊統統成了A貝 隨便成了A乘上 X-B A分之1 Q-A分之1 再加上AR 好 光起來這邊我看到不可能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這個4是貝他除 於是是AR才對 而不是R 你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這四個答案裡面 唯一 會有那個 於4的部分 會被你想到的 就是第四個答案 其他每個R的都不能動 都可以完成回家的結果 所以答案已經出來了 答案已經是4